从今年8月初最后一次为其担任制片的电影做宣传 张子怡呢有近两个月没有任何公开亮相了 那外界的一致说法都是国际章已经秘密赴美安胎 很有可能呢就是12月底产子 那么从19岁的第一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开始 37岁的张子怡出道18年经历的起起伏伏不少 但一向大方的她呢总是很爱和大家分享 那为什么这次结婚生子都选择低调处理呢 也许和张子怡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有关 其实我特别喜欢小孩 我真特别喜欢小孩 这个是我的梦 但是会什么时候实现这个太难说了 2003年说这句话是张子怡早已经凭借《我的父亲母亲》 《卧虎藏龙》和《英雄》三部电影 坐稳了四大花旦的宝座 12年后张子怡终于要拥有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了 当曾经的梦想成真实 她为什么要选择低调远赴美国产子呢 这也许和张子怡这么多年的起起伏伏密不可分 尤其是2009年那场风波 不知道中国情人节应该怎么过 应该赶快去吃饭 2004年 25岁的张子怡和香港富家子弟霍启山 开始了在娱乐圈的第一段恋情 他们在车库高调热吻 第二年她凭借王家卫的电影《2046》 斩获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提起男友也是甜蜜难挡 这段高调的恋情最终在2006年无疾而终 张子怡没能实现她2003年时的生子愿望 在和霍启山分手后的第二年 张子怡遇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订婚对象 在好莱坞颇有人脉的富商Vivi Neville 球场热闻 红毯甜蜜同行 十二克拉的求婚钻戒 这段美女富豪的组合一时间登上各大版面 可谓高调至极 不过也是在2009年 张子怡一下子遭遇了泼墨门 乍捐门等负面事件 这时候未婚Vivi 却没有成为她温柔的港湾 两人在2009年底正式分手 人都是会碰到不一样的问题 面对困难 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 反正生活还是要继续往下走 然后工作还是要继续去完成它 对没有什么代表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曾经不可一世的国际章开始改变 就连恋爱对象都变得接地气起来 主持人萨贝宁成了张子怡经历风波后的第一个男朋友 不谈恋情从此成为了张子怡出席活动时 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不聊我自己的信号 我们只聊电影行吗 我还是focus在工作上 2013年9月张子怡被传 改练当时还在为头条苦苦挣扎的歌手汪峰 也就是现在的孩子他爸 对于这段恋情 张子怡起初同样是保密到家 打死都不承认 我觉得这个回应人 就是汪峰老师自己已经披痒了 你还需要我再多说什么吗 同年11月 张子怡前脚听完八分钟告白 后脚就为了躲避媒体藏进了保姆车 关于2015年2月那场盛大的求婚 张子怡更是只字不谈 工作的时候我进入到我的决策里面 我不工作的时候 我尽量远离所谓的这一份繁杂吧 我觉得还是要有点自己的生活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娱乐 陷入今关于结婚生子 国际章 更是远走美国逃避媒体的围追堵截 2009年的那场风波 自然是让向来高调的张子怡沉淀了不少 即使和汪峰这段恋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恐怕也是张子怡选择低调的原因之一 2013年7月中旬张子怡和汪峰被港媒拍到一起看陈衣讯演唱会 2013年7月23日汪峰被拍到独自前往洛杉矶 张子怡正在美国宣传一代宗师 2013年7月28日有网友在微博爆料 目击到张子怡和汪峰在美国某地牵手逛街 很显然早在2013年7月张子怡就已经和汪峰处于热恋中 而8月3日汪峰才与前妻康作如在海淀区法院离婚 所以关于张子怡的第三者就不侵而走 其次就是虽然汪峰老师每次谈到爱情 都是走的一往情深路线 但他却被前女友摩托葛惠杰多次爆料 是一个喜新厌旧习惯性劈腿的复兴汉 在我怀孕期间 或者说是我生完孩子之后 王峰有外遇 但你确定这个是真的吗 我确定 我想问一下你不怕你现在说出来之后 他看完之后他的反应吗 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有外遇 王峰老师的深情难认形相因此大大折扣 这自然也让网友对张子怡的责偶观表示了质疑 所以两人只要有点风吹草动 都会引来一堆负面新闻 我认为这世界上什么感染都不受的爱情 几乎不存在 当时王峰大告求婚 结果就传出了张子怡哥哥对此十分不满 甚至砸场子的新闻 好好一场喜事差点就成了家庭伦理剧 为我们老张家的尊严砸的 各位看官哪个正常女子会嫁给王峰啊 要知道张子怡刚凭借一代宗师 永夺十个影后人气回暖 势头正猛可经不起一点负面影响 当然最最重要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出道将近二十年后 张子怡也许真的累了 长远的梦想 还是希望 未来可以有 还是家庭吧 我觉得最终可能就是 一个人 也不能一条腿走路吧 我觉得家庭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个人也是家庭观念很强的 一个北京女孩 这一次张子怡终于找到了她认为的最后归宿 有家庭有另一半有孩子 她曾说过 事业也许会成为最次要的 将来可以有一个家庭啊 有全家人生活在一起 有小孩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实现这个梦想的话 也许工作可能就不会那么重要 其实看看那些一边怀着孕 一边奋斗事业的幸福女人 不是也不少吗 天王扫昆凌 怀着孕也照样参加舞蹈节目 所以啊 子怡观众都看了你十八年 你一下子失踪两个月 大家还真不习惯 说不定幸福分享一下会更甜呢 行李再见 总可报答